主持人選擇1348 又是1200米 天外驚天就是夾晚大熱門來的 上次跑第三 就是諾家福上次跑第三 近數是2號閃電俠 3號零距離 都是跑4-5 只有2號贏過的就是閃電俠 和打鐵趁熱 閃電俠9倍 好分 還有10號打鐵趁熱 30多倍 為什麽呢 10號打鐵趁熱就贏過 但是近期跑第三 跑第七 跑第十一 近期狀態好像普通 至少 閃電俠9倍 散電俠9倍 上次跑第四 真的不錯 有隻初出馬 這隻白後銀進 就是大熱門 就好像第一場 第一場跑第二 由蝕欣跑 跑過10檔 主持1348 我選擇4號天外驚天 雖然12檔 但是 上次潘頓跑第三檔 這次原班人說再來過 可能真的想努力一點 跑場好一點 贏得清脆一點 12檔是吃力一點 梁家俊賣2號 上次賀明年22倍 現在變成10倍 仙露神話上次22倍 現在巴道有6格 有7格 我選4號2號 4號2號 潘頓和梁家俊 4號2號 現在是68分 Janny喜歡3號6號8號4號 3號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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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8號、11號 這隻就是潘屯的4號 七彩的彩衣 起碼有五種顏色 紅黃藍、紅黃綠、黃橙綠 七彩是駱家福 駱家福是這樣的 希威森上次初出跑第3 但輸得相當遠 這次又是希威森再來 我覺得他會積極的 如果不跑一兩次 就被人拿掉 1號、洛菲下得最多 1號不懂 巴道 巴道洛菲 1號 可能是禮真 仙老神說 跑一次 一次 上次是22倍冷門 跑11 沒什麼理由有飛 這些是 團隊內部有信心 1號 超過過8萬的頭柱 仙老神說是WIN 好,接著輪到 排8檔 打鐵趁熱 2號馬 閃電俠 搞定 再來入閘 見到就是線路神話 時時奪彩 大二門的銀進 也沒有大問題了 這麼快就剩下4隻馬 零距離 飛來徑 白路高超 和熱天外驚天 好,時間也差不多 第三場賽事 交給雜誌 大外當 騎上去 是天外驚天 也搶在前面放 大約跟著 第三位 內蘭時時奪彩 中間落家福 在外面 線路光明 最出綠色衫粉紅帽 是線路神話 接著 第七位 內蘭位置 粉紅衫 是閃電俠 後面紅衫 尾五 黃帽 是銀進 後面四隻 飛來徑白路高超打鐵 趁熱包著落尾 是街鑽三 轉彎入直路 有難的 是天外驚天 那邊放線路光明 第二位 內蘭第三位 還有橙色眼罩 還有零距離 跟著後面 還有時時奪彩 拿了出去 銀進 大外當 綠色就那一匹 馬林中間 粉紅衫還有閃電俠 最出那邊 白路高超也都追緊 大外當 還有一隻街鑽三 最後百多米 天外驚天 還是佔先 中間位置 零距離追緊 外面白路高超 中檔 砸砸聲上來 再見到外面 街鑽三 圓蘭追緊 接近中間 白路高超 將後面的對手 扔掉來贏 第二三 就不贏 相當接近 外面位置 沒有 輸了 白路高超 何明年 何明年被他贏了 何明年不去騎 閃電俠 真的 四號仔天外驚天下 有沒有第二名呢 你猜 至少有 很厲害 幾十倍 可以贏兩個馬位 很厲害 一號仔 一號仔 落飛的 那些 沒有 拍攝也沒有 白路高超 真的厲害 六號仔 研究一下 什麼情況下 會爆冷 如果知道 可以預測到 哪個情況下 跑 爆冷 買多幾隻 都 都不會有 蝕本 潘頓出來也不錯 十二檔 跑到前面 這隻 二號仔的閃電俠 扯著在中間 我買了這隻 我買了這隻 以為這隻 追這個 誰知道 都是被一隻 冷門馬 叫做白路高超 擒了 潘頓 四號仔 跑第二 潘頓這隻馬 都不錯 一路跑下來 十二檔 唱了一條欄 但是 到最後一百位 明顯是 這隻馬 潘頓這隻 天外驚天 在前面 看誰追他 這些馬 這些 天外驚天 在前面 零距離 白路高超 很厲害 冷門馬 潘頓這隻馬 都是撐住 最後一步 還有少許力 拿回Q 六四十二三 拍完照 六號四號十二號三號 不知道為什麼 減到第三 隔轉三 起步都已經慢 我也想著下次見 多厲害 第預警派長 跑第一名六號 白路高超 讀贏 四百五十二元 位置八十一 那二名四號 天外驚天 位置十七